如果五花肉有天花板 那一定是这块梦中情肉 选一块上好的五花肉 根据模具切出稍大一点一块 猪皮表面由火烤一下 平面线下放入大料料酒去腥 煮到筷子可以轻松擦进去 擦干表面的水分 垫上烤盘压上重物 让肉变得更加的平整 接着要根据模具的大小 切成规整的正方形 刷上生抽 放入冰箱冷冻 我跟你们说 光光这个内馅都超级香 在肉的边缘垫上筷子 这样切就不容易断了 冻锅的肉会比较好切一些 但是也要非常小心 一定要切得薄厚均匀 你们猜猜看 这块肉我切了几米 再把切好的五花肉卷回去 卷的时候一定要小心 这时候特别容易断 把卷好的五花肉放进模具里 中间一压 一勺料汁打底 填入内馅 要压实一些 这样做出来的宝塔肉形状才好看 包上保鲜膜 上锅蒸两小时 怎么把它脱模可是个技术活 扣上庞子 趁它不注意这么一番 超过水的上海清 装饰一下 这一筷子我能吃八蜜肠 梅菜和五花肉真的是绝配 真正做到了肥而不腻 搭配上一碗白米饭 这谁看到不迷糊啊 快做给鸭鸭的人吃吧 我没有说了 我没有说真的 你们有什么油 那种人吃了 我没说只是一颗白米饭 这种人吃了